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西班牙的 悬疑惊悚票的黑暗面 影片开场 年轻的指挥家胡子哥的女朋友 小甜甜突然不辞而别了 小甜甜在视频里说 别给我打电话 也别发短信 更不要来找我 把我忘了 忘得越干净越好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也没有意思的故意 你就这样的离我而去 剩下的只是回忆了 由于事情发生了太坏 这胡子哥明显有点用猜 俗话说 借酒交愁愁更愁啊 人世间最悲催的事 莫过于被人踹了 还不给你理由 胡子哥是越想越憋屈 时间不大就喝得找不着杯了 不仅如此 这哥们刚走出酒吧 就被人胖揍了一顿 而且还是他先动的手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 让胡子哥彻底的懵逼了 酒吧女招待大眼妹 对胡子哥是一见钟强的 他一看心上 人被揍成这个熊样 便毫不犹豫的 把胡子哥拉到自己家 两人度过了 纯洁的一夜之后 胡子哥开着车上班去 大眼妹站在窗前目送着男人 心里暗暗的发誓 一定要拿下这个男人 到了晚上 胡子哥又来到了 大眼妹上班的酒吧 俗话说相视一笑 莫逆于心的 狼有情没有意 两人很快就开始闷闷蜜 哎呀 要说胡子哥这伤口 愈合的可真快 马上就把小天天 跑到酒校拥案 第二天那一早 大眼妹正准备刷牙的时候 突然听到洗脸台 下边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胡子哥刚准备出门上班 地方检察院的大突瓢 和龙套哥突然不请自来 巧的是啊 这龙套哥居然是 大眼妹的前男友 大突瓢说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你女朋友小天天 还没有理解 所以我们得搜查一下 你的房子 原来这一幢别墅 是胡子哥租的 在这住的将近有两个月 大突瓢和龙套哥 屋里屋外瞎学过了一遍 可什么也没发现 到了晚上 大眼妹洗澡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 加上又突然停了店 把她吓得是花子乱颤 大眼妹的前男友 龙套哥说 你跟胡子哥的发展 是不是太快了 这孙子的女朋友 刚消失就跟你搞在了一起 你不觉得奇怪吗 大眼妹说 我觉得很正常啊 龙套哥说 我也不买你 现如今小天天是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孙子现在有很大的嫌疑 大眼妹说 嫌疑不见的是有罪啊 你还是洗一睡 接下来 事情开始变得 越来越不正常 突然深温的洗澡水 地板下神秘的钥匙 别墅里 不时传出的奇怪的动静 把大眼妹吓得是 心灵肉跳 一不留神就摔得冒着泡 大眼妹说 这屋里有鬼啊 可怕我瞎尿 胡子哥说 你别开过去玩笑 随后 大眼妹把胡子哥 拽到了门奉间 胡子哥说 什么鬼的事 全是封建迷信 转过天 胡子哥接到了 检察院打来的电话 说发现了一具女士 特像小天天 让她过去辨认一下 胡子哥跟着 大图嫖和龙套哥 过去一看 发现根本就不是 在三军友 胡子哥回到家 发现大眼妹的脸色 有点不对劲 说出什么事 大眼妹 顾左右而言他 闪烁其词 一连的言不由衷 这个时候 影片突然开始 闪回小田田的故事 胡子哥和小田田 一直都非常的温暗 为了胡子哥的视野 小田田还辞去了工作 陪着胡子哥 一起来到了伯格大 可好景不长 这胡子哥没过多久 就开始跟拉小提琴的 龙套没下情境 那小田田能不来心 说你呀就犯贱吧 哪天我突然消失了 我看你怎么办 别墅的主人 李淡妈是个热情 听了小田田的 倾诉之后微微笑 说男人都是一个熊羊 吃着家常菜 还垫着送外卖 你如果想知道 他对你是不是真心 可以做一个测试 原来这位李淡妈的老公 曾经是一名 纳粹的工程师 二战之后 因为担心别人 找了算护账 便在别墅里 设计了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的 隔音效果非常的强大 藏在密室里 不仅能透过 单向玻璃 观察别墅里的情况 还能听到外边人的对话 李淡妈说 你藏在这里边是几天 观察观察胡子哥的反应 如果这一孙子痛哭流涕 说明对你是真情实义 如果他很快 就跟别的女人没那觅 大说明这一孙子 就是一花花肠 有奶便是娘的白二堂 李淡妈走了之后 小田田开始 做测试前的准备工作 他首先给胡子哥 录了一段告别的视频 然后把所有物品装相打包 给胡子哥造成一种 他已经离开的假象 可盲容出错 当他关上密室的门之后 才发现钥匙掉在了外面 这下小田田彻底蒙圈了 他在密室里大呼小叫 可外边的人什么也听不见 刚开始小田田还撑得主 可时间一长不清 饿呀 虽然那罐头放了几十年了 可为了保命 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咽 他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胡子哥难过了一会儿之后 很快就把大二妹带回家 对小田田来说 这是他人生中 最残酷的现场之过 为了尽快从密室里逃睡 小田田开始不停的着想 想再来一场消声课的救赎 并且还仔细研究了密室的构造 可那图纸太复杂了 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 根本就看不懂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自救 可这密室犹如铜墙铁鱼 也根本就出不去 幸亏这大二妹去了 在小田田的一而再再而三大案之下 这大二妹终于发现了密室里的秘密 可当大二妹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 突然又改了主意 他知道一旦把小田田放出来 那就等于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为了保住他和胡子哥的爱情 大眼妹决定永远保守这个密 把小田田困死在密室 转过天 龙套哥给大眼妹送来的几张胡子哥 和小提琴手龙套妹优贵的照片 大眼妹一看气得是花着乱颤 意识到这孙子不值得自己付出那么多 于是决定把小田田给放出来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进入密室之后 小田田突然一九平就把他砸弄圈了 然后迅速关上了密室的门 影片的最后 小田田留下药舌照片 虚晃一招撒子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同时爱上一渣男 心里也别那么烦 姐妹应该连起手 一块把他推大餐